我們今天的題目叫做 末日被提滿足的賞賜 是我末日被提的第二次講到 你知道嗎 這是我有史以來準備講到最辛苦的一次 我一講完那天我就回家準備 然後又一直弄弄弄弄弄到線 因為它實在太複雜了 而且我透過準備這個講到 我學到一件事 聲音上說 在後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 你想要為什麼嗎 大家有沒有聽過我上禮拜講 大學的時候我書念不下去 可是我就是有辦法讀启示錄 還去買启示錄註示書 把它整本看完 然後在那邊研究 然後為什麼隔天不考启示錄呢 好 沒關係 因為我讀過不是神學院 我讀過是大學 OK 是不是大家知道嗎 其實那種 歐美那種最厲害的學校 以前都是神學院 哈佛以前是神學院開始的 全世界最古老大學 海德堡大學 跟第二大的吳普薩拉大學 都是神學院 我跟湘君是去吳普薩拉那邊演的 所以神學上有 倫敦學派跟吳普薩拉學派 這一點跟今天都沒有關係 好 那講在幹嘛 所以呢 其實 為什麼在後將要 在前將要在後 是因為我研究了很多之後發現 光是在前被提 在後被提 在後被提 什麼前前洗年 後前洗年 後前洗年 這些流派 三成以三 成一成之後 簡單說 你完全會搞混 還不如你現在來聽一堂 完全對的 你就是相應這堂 就好 以前不曉得 什麼叫末日的 恭喜你 你就直接看就好了 我已經盡我可能 去研究清楚 好 所以在開始前 讓我們做個禱告 今天耶穌上 你獻上 感謝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謝謝你 應許我們這裡 每一個人 主啊 都更多的 淋與魂與身子 在你面前 得著那個靈良 在你裡面 不只是吃靈奶奶 是吃乾糧的 我們的屬靈生命 就越發的提升 主啊 每一個人都 被你親自喂養 我們的淋與魂與身子 都得到幫助 竭盡孩子的口分別 孩子的心 主啊 領受各樣的祝福 主啊 也祝福這裡 每個弟兄姐妹 領受各樣的祝福 主啊 透過這個末日預言的教導 末日被提 以及滿足的賞賜的教導 主啊 讓我們在這世上 不是白白的 乃是大大的積財寶在天上 主啊 我們會不枉此生 我們會知道 這當跑的路我跑過了 當打的仗 我打完了 主啊 是的 主啊 已經完成這一切 不是白白的 乃是滿得保足的賞賜 奉耶 祖母祷告 阿門 你知道我們以前去上那個 末日的課 一個一個禮拜的課 然後誰什麼 這是天上的 七晚七號七角 然後這樣子 還會有人在旁邊吹浩角 還要唱那種有浩角的歌什麼 然後呢 聽完之後 還是哺哺 可是那是因為 你沒有用核心看 核心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第一耶 就他 就耶穌嘛 你所有一切的事 就是透過耶穌基督 並在釘十字架來看 你就會發現很簡單 所以我跟你講 再後將要再前 人家聽一堂 就比你十年功力還好 感謝主啦 反正萬事互相效力 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要先簡單的 先看一個經文 好 你知道什麼是小啟事錄嗎 不是啟事錄字 硬小一點叫小啟事錄 是馬太福音24章 叫做小啟事錄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念 24章節錄吧 我把我們今天要講的節錄出來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念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 門徒暗暗的來說 請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麼預兆呢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備萬門 你們看見先知 但以理所說的 那行毀壞可贈的站在聖地 好 我們繼續念下面好 好 請 那時在猶太的 應當逃到山上 當那些日子 懷孕的和乃孩子的有過了 你們應當祈求 叫你們逃走的時候 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 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 你們可以從五花果樹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夏天靜了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 也該知道人子靜了 正在門口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世代還沒有過去 這些事都要成就 好 這是馬太福音24章 我們等一下還會繼續念 大家知道馬太福音的受文者是誰 馬太福音是誰給誰的 馬太福音的受文者是猶太人 你知道從聖經的角度 我們其實叫做外邦基督徒 他們有猶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 從舊約聖經事業上只分兩種人 活人跟死人 不是 也是啦 活人跟死人也是 可是兩種活人 一種叫猶太人 一種叫做外邦人 所以有教會之後就再畫一條線 叫做教會內跟教會外 所以有教會內的猶太人 就猶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 還有外邦人跟猶太人 好 聖經是這樣看世界的 你知道馬太福音的受文者是猶太人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東西是跟猶太人說的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裡面 學到很多很多的教導 耶穌在改南山上坐著 門徒跑來問他說 你降臨和世界的幕僚有什麼預兆呢 所以確定耶穌現在是在回答 他降臨跟世界的幕僚要發生什麼事 沒錯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請問一下 你知道我們上個世紀 才剛發生了最大的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跟第二次世界大戰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以前沒有打過這麼大的仗 對不對 這麼大的仗是現在才有 再來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多了對不對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所以並不代表這些事發生 災難就到了 因為後面還會再講什麼時候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民被萬民恨惡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是在跟猶太人講什麼叫做萬民 因為猶太人不在萬民之內 所以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萬民要恨惡你們 其實是在跟猶太人說的 所以這段不是發生在教會裡面 好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 那行毀壞可真的站在聖地 你看 好 讀這精神學校會議 那時在猶太的 猶太喔 你會在猶太嗎 你點不在台北嘛 台中嘛 台南嘛 彰化嘛 高雄嘛 對不對 那時在猶太的 應當逃到山上 當那些日子 懷孕的和奶孩子有獲 有人說哪有 聖地上怎麼可能 那經文 每一句經文 都是給每一個基督徒的 真的嗎 懷孕的跟奶孩子有獲 是給每個基督徒的嗎 我就算有懷孕 我也生不出來 我怎麼有奶孩子 對不對 好 我沒有懷孕 感謝主 我說我 所以很清楚這個經文 懷孕的就是給懷孕的人 奶孩子就是給奶孩子的人嘛 就是女性嘛 為什麼 那個年代沒有奶嘴好不好 那個年代能夠奶孩子的方法就是 母乳 總不會那個時候有玻璃瓶 或什麼東西嘛 那時候沒有奶嘴啊 所以就很像這個經文 懷孕跟奶孩子就是在講 懷孕的女性跟奶孩子的女性 有或因為很辛苦的意思 所以這邊講在猶太的對不對 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 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如果今天這次給外邦人 是給外邦基督徒的 安息日有什麼重要的 你安息日 安息日是禮拜五 太陽下山到禮拜六 太陽下山對不對 我們今天是禮拜天對不對 請問昨天你有整天握在家裡 禮拜五太陽下山到禮拜六 太陽下山都握在家裡 或是在你家附近 走八百公尺以內的 有啦 可能有人宅在家裡 我不要問 但是我要講的事情是 安息日這個東西 擺明就是在跟猶太人講 在猶太的安息日 還有前面的萬民 這些真的是在講猶太人 猶太基督徒 所以我告訴你 這些事不會臨到你身上的 我們其實今天要講很多東西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災前被提 他說這個災難 到底會不會臨到 我們這裡的每個基督徒呢 答案是 你只要是口裡承認信 你相信信而受洗 這裡的每一個人 通通都會在大災難以前被提 所以你根本不會發生 這些事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但是如果你聽的是MP3 而且你可能在多少年後 聽到的我們網上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聽到了 我們已經走了的話 你要做好準備 這是對你說的 好 我們繼續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所以這些事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你在大災難之前就被提了 等一下會繼續看 從世界起頭 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 所以會有一個有史以來 最大的災難開始發生 總共是7年 然後呢 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嫩掌葉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夏天靜 其實無花果樹 上來都是指以色列 所以當以色列復國的時候 發嫩掌葉就復國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夏天靜 什麼時候復國呢 1948年5月14號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講的時候嚇一跳 因為我都沒有發現 我只知道上個禮拜天 是母星節 結果那天也是 猶太復國紀念日 好 從無花果樹 就是以色列復國 到結束有多久呢 這邊說這世代還沒過去 這些事都要成就 問題是這世代到底多久呢 等一下再講 好 所以我們繼續念 請念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獨父知道 挪亞的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樣吃喝嫁娶 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 把他們全都沖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那時兩個人在田裡 娶去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娶去一個撇下一個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 是哪一天來到 好 所以簡單這樣說 神給我們的只有告訴我們 以色列復國之後的 那個世代沒過去 這些事就要開始發生 但是他告訴你 那日子那時辰 幾月幾號幾點幾分 是沒有人知道的 連子都不知道 當然連子都不知道 我認為是因為那時候 耶穌在地上 然後他有受到人性的部分 他現在在天上 絕對知道 唯獨父之道 挪亞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有怎樣 也怎樣 然後你知道 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先等一下來講這塊 兩個人在田裡 娶去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娶去一個撇下一個 所以呢 有人會說你看 這就是部分背體 因為所謂背體論 還有部分背體 就是有一些基督徒 行為好的會被帶走 行為不好的留下來受苦 兩個女人推磨 一個被帶走 一個被撇下 可是你知道嗎 讀經要看上下文對不對 來 請看他的上文是什麼 再講挪亞對不對 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覺洪水來 把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請問一下 挪亞有沒有得救 我等一下會給你經文看 挪亞是陰性稱義得救的 事後的經文會講得更清楚 我簡單這邊講一下 挪亞方舟 挪亞知不知道會發生洪水 知道了對不對 因為神跟他說的 神有沒有告訴你會發生大災難 有 那挪亞因為陰性稱義 帶了他們一家八個人 就在船裡對不對 請問挪亞是因為行為好得救的嗎 沒有聲音上說他是陰性稱義 因為他相信 而他才去照方走 所以這邊既然提到上下文 挪亞的日子如何 忍者降臨也要這樣 所以代表什麼 是像挪亞一樣陰性稱義的人 就會被取去 剩下被留下 對不對 推磨的取去就是因為挪亞被帶走 挪亞被保護了 我們也是像挪亞一樣陰性稱義被保護 所以只要你信耶穌你就不會碰到那青年大災難 你會被帶走 再來我們簡單說一下 這圖今天會不斷的出現 如果看不清楚可以看旁邊 1948年以色列復國 就是這邊提到的 無花果樹 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 所以1948年以色列復國 所以你從那時候開始會發現 天災人禍的密度越來越高 然後我們基督徒會被提 會被提上去 耶穌來在雲裡面把我們提上去 然後就發生七年的大災難 然後七年的大災難 完了的時候 基督帶著千萬聖者降臨 我們也一起回來 然後把撒旦丟到地獄裡面去 然後我們跟耶穌一同在地上掌王權一千年 就叫千禧年 真正的Jubilee是這個意思 千禧年 然後之後 撒旦又出來迷惑世上的萬國 又打一次仗 這一千年以後是 哥哥 馬 哥 哈米 吉多頓 好 那就不講 然後之後才永恆的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你一定會覺得很不不 沒關係 正常 你只要知道重點就好了 真的 如果要真的完全搞清楚 真的很累 但是你只要知道 首先你不會遇到這些事 你想想為什麼 所謂被提論 有所謂的 災前被提 災中被提 災後被提 多次被提 得勝者被提 怒中被提 所有的一切只有一個 災前被提影響最大 為什麼 你知道我跟湘君 我們在美國認識一堆弟兄姊妹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相信 災中或災後被提的時候 大家都在討論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應該要去加拿大那幾個 沒什麼人的省份買一塊地 那個時候 敵基督還是說 我們可以自給自足 我們有自己的水 有自己的牛羊 還有自己的麥子 還有自己的馬鈴薯 我們就靠那個活下來 然後我們不要去交易什麼 666我們也會沒事 大家知道666嗎 不知道 等一下會告訴你 可是如果你是災前被提 你根本不用想這些 你唯一要想的事情就是 把福音傳遍 讓大家趕快信耶穌 帶大家趕快上去 所以這個影響非常大 你想像一下 如果耶穌明天來 耶穌如果明恩就來 你今天要幹嘛 認罪嗎 不用你罪都赦免了 你如果覺得有 不好意思跟神說什麼 你趕快說說也是可以 好 但是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耶穌明恩就來 你今天趕快去傳福音啊 最後一次嘛對不對 多帶幾個帶幾個對不對 如果明天耶穌要來了 我今天要做什麼 趕快把福音傳遍嘛對不對 OK好 那題目來了 我那天跟幾位弟兄聊天喔 他說有些人說 就算是無論災前被提 真的都被提 真的都被提 我每一天都把它當成 我明天就會被提 什麼意思 每一個學生都說 老師你放心 我會課前預習 課後復習 我每天都會努力念書的 那你考前一天 有沒有更努力念書嗎 有啊對不對 大部分人考前一天 都會更努力念書啊 所以你知道哪一天 你什麼時候被提 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你知道明天要考試 你今天就會努力念書啊 你考完之後 才努力念書要幹嘛 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 每天都努力念書 可是你就算 每天都努力念書那種人 考前還是會看自己 畫的重點重點大複習啊 對不對 所以真的 你哪一天被提 跟你非常有關 好那我們來複習一下 前面的部分 叫做復活的身體 有人會問 所以我就帶著這身體復活嗎 所以我把它整漂亮一點 帶著這身體復活 就是詛咒了好不好 很辛苦的好不好 好 繼續請念 或許有人會這樣問 死人是怎樣復活的呢 復活了身體又怎樣呢 好糊塗的問題啊 你們自己想想 種子不是先死去才能生長嗎 你們種下的不過是一粒麥子 或是其他古類的種子 但長出來的都是綠油油的幼苗 跟原來的種子截然不同 上帝照著自己的意思 為種子所長出來的幼苗 預備了一個新型體 好 那個年代 最大部分的人是務農的 第二大的職業是牧羊人 後面還有什麼打魚的或等等 所以呢 耶穌用最多人懂的比喻就是種子 但是呢 我們現代人也不大懂 所以也乾脆直接用現代的例子就好 所以我們先把它唸完 等一下會有現代的例子 來 我們現在有血肉的皮囊 軟弱不堪令我們羞恥 但復活後的靈體是強壯榮耀的 我們這血肉之軀像是種子 死了之後就生長出屬靈的心體 既有血肉之軀也必有屬靈心體 所有的人都跟亞當一樣 只有一具塵土造成的身體 但人歸屬了基督 就有跟他一樣是來自天上屬靈的心體 好 所以哥林多前書這邊在講 復活以後我會有怎麼樣的身體呢 然後這邊舉的例子 就很像你種一顆麥子下去 它長出來了 它是麥子 但是你看不出來跟原來內科有什麼關係 可是它就是有關係對不對 這邊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這個血肉的皮囊 是軟弱不堪的 你會感冒 你會生病 你會軟弱 你還必須睡覺 你會肚子餓 你會需要各樣各樣的幫補對不對 好 但是你復活靈體是強壯榮耀的 人歸屬了基督 就有跟他一樣來自天上的屬靈的身體 每一個人都有像成土一樣的身體 現在這個都是對不對 特別是你去過火葬場燒完之後 真的是成土 OK 當然人歸屬的基督 就有跟他一樣來自天上屬靈的身體 所以之後我們會有榮耀的身體 簡單說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身體長這樣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你覺得你有很大的夢想 你有很大的願望 可是其實拖動你的卻是一隻牛而已 你覺得你應該可以坐卡車一樣 那麼大的力量 結果拖動你的就是一隻牛而已 好 如果你覺得你身體是這樣 你也可能覺得你身體是這樣 就是你少一個輪胎 所以你拿一個那個推車來擋一下 這樣還要一個人在後面拉住 這台車其實很想上高速公路 這個人會飛出去對不對 因為這輪子怎麼有辦法承受 或是你也可能覺得你身體是這樣 就是其實已經軟弱了 但你還是繼續使用 它真的有在開喔 車子已經這樣對不對 或是你覺得你身體是這樣 它也真的還有在開喔 它真的有在開 而且看不到 玻璃破後面看不到 所以直接打掉這樣子 那下雨天的時候 它就要穿雨衣跟戴安全帽 OK好 你覺得你的身體是這樣 其實真正下一個神 要給你的身體是這樣 這樣就了解了對不對 這就是那些2000年前 講種子跟綠油油的業 現在對你一點感覺都沒有 可是我們講這個跟這個 就很明顯對不對 所以未來你的融化身體是這樣 或是這樣 牌子不一樣 前面是藍寶經理 後面是法拉利 或是這樣 大家知道這全世界最貴的跑車嗎 沒有啦 全世界最貴的公車 因為它可以坐十幾個人 所以算公車 跑車型的公車這樣子 OK好 所以你知道 神要給你的是非常榮耀的身體 而你怎麼想像就像這樣子 你在街上看到的名車 你就說那沒什麼 我在天上更好 哈利路亞 好 再來 就要開始講末世預言的部分 你知道嗎 聖體裡面有1817個預言 當然每個統計方法不同 可是這個數字蠻好的 96.2%已經完全驗了 包括列國的預言 對以色列的預言 跟基督的預言 3.8%還在應驗中 你看只剩這麼小塊 這些都應驗就成就了 好 有些東西是要在 新年大災難裡面 才會應驗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很重要 是以色列復國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無花果樹 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 就知道夏天靜了 這樣我們看見這一期也知道 人只靜了 正在門口了 這是耶穌說的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世代還沒有過去 這些事都要成就 無花果樹發嫩長葉的時候 以色列復國的時候 這世代還沒有過去 這些事都要成就 好 1948年以色列奇蹟的復國 你知道我們這個國家復國 是一個非常難以想像的神蹟嗎 那個時候國際情勢 它其實復不了國的 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復國 我們常常看那個反清復明 反清復明有沒有 清明 紅洋 是清明反復對不對 天地會對不對 反清復明反復 有嗎 有成功嗎 沒有啊 對不對 反清復明還來那麼久 尾小寶那麼厲害 還不是不行 對不對 然後什麼慕容復有沒有 要去復燕國對不對 他姓慕容 因為燕國是姓慕容 他有想復國有成功嗎 後來瘋掉對不對 我跟你講復國是很難的 好 可是猶太人滅亡將近2000年 卻超自然神蹟復國 神蹟復國就算了 你在旁邊的人超討厭他 他一復國 5月14號復國 5月15號就打仗 隔一天阿伯 7國聯軍圍攻以色列 以色列移拐擊中 1比7反敗為勝 拜託他才剛成立 以色列跟台灣差不多大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以色列國土 還沒有現在台灣大 現在以色列比台灣大一點 扣掉西洋還有 但是你知道那個時候 根本是不可能 不可能防守下來 可是他就是防守下來 一次神蹟沒什麼了不起 再一次來 1967年六日戰爭 1比3還是打贏 還把他打下這麼大一塊領土 西奈半島被他打下來 他後來還給埃及 大家知道嗎 OK好 再來又 兩次成績沒什麼了不起 再來一次來 1973年 贖罪日戰爭 人家突然間 人家趁他贖罪日來打他 因為想說你那時候防禦最弱 結果答案是1比2 反敗為勝 埃及從西奈半島進軍 然後這邊是敘利亞 敘利亞從這邊進來 結果你看他們坦克都各自被打掉 西奈半島這邊被打掉 然後戈安高地這邊 北邊被打掉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 裝作戰爭有好多次 但是 我們先舉這幾次 我跟你講 根本這個國家活在這地方 就是一個神機 你們知道我們去以色列的時候 那個以色列航空的飛機是有 全世界唯一一個航空公司 有裝飛彈防禦系統 就是他們 他們的飛機是像美國那個 空軍1號一樣 是有飛彈防禦系統 它可以那個的 所以大家坐他的飛機要裝好安全帶 因為他會這樣子 如果需要的時候 好 OK 我們繼續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國家能夠活下來 是一個超自然的神機 好 所以呢 我們再來講 1948年他復國囉 一個世代 這個世代到底有多久 我們來研究一下 因為人大家平均都可以活100歲對不對 百日什麼對不對 所以他們算100那是多少 那還有另外一個 你們人可以活還有120年對不對 也是一個世代對不對 那你算加120是多少 我沒有告訴你是哪一天 因為人子都不知道 他在地上都不知道 我也不會告訴你是哪一天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近了 OK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常常舉 像我們下禮拜 我們要去以色列 不是 我好想去以色列 我好想去 好 我們下禮拜要去新加坡 好 然後我偷偷轉機去以色列 我們下禮拜要去新加坡 假設我去了新加坡在街上 其實新加坡街上有很多名車 我覺得這名車實在太棒 所以我就決定買一台 然後我就買了一台 終於他交車給我五天之後 我開了一天之後 隔天就上飛機就走了 這是什麼意思 你懂我意思嗎 你這一生在世上急急盈盈盈 想要得到那個很大的財寶 很大位置很大的榮耀 結果沒想到明年後年 哪一年耶穌就來了 如果我真的很想租一台就好了 對不對 我如果真的想要長期享受那個跑 所以我應該回台灣之後再買一台 才可以長期的享受它 對不對 但是還不是永遠享受 因為我會死 車會壞 對不對 可是呢 你積到天上 你可以永遠的享用 直到永遠 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的人生規劃 我不是告訴你在世上 不能過好日子 你可以過高品質的好日子 但是不是去過那種奢華浪費生命的日子 然後你要把你的資源拿來投資在 永恆的國度 因為可以永遠的享用 懂我意思嗎 OK 再來就是請一請念 耶穌在橄欖商上坐著 門徒暗暗的來說 請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麼預兆呢 耶穌回答說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好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最後的事情是 其實這個災難原文是生產之難 我們這段要講這個 大家我們姊妹如果生過孩子 或者是你看過電視人家怎麼生孩子 你都知道症痛是原本 欸多久 一開始可能久久痛一下對不對 後來越來 後來什麼變成15分鐘痛一下 然後什麼10分鐘痛一下 然後8分鐘痛一下 3分鐘痛一下 2分鐘痛一下對不對 然後後來羊水就破了小孩 就生出來了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這個詞用的是生產之難 你會發現那些災難的頻率 越來越高越來越高很像症痛 原本是30分鐘一次 後來15分鐘一次 後來10分鐘一次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就是這樣 症態的強度會頻率會不斷的增加增加增加 來看齁 我們都知道1999年921地震 台灣死了2415個人 台灣啊就在你生活中 我們921地震都在嘛對不對 都在這個地方嘛 可是這件事神還是可以成為美好的祝福 我跟湘君在921地震救災 所以認識彼此 然後在那個地方開始交往 還被牧師罵 好 這不是重點 人家在那邊苦在那邊談戀愛 可是沒辦法 神帶領了就這樣嘛對不對 好 OK 好我們繼續喔 好 所以你看喔 921地震1999年喔 2415個人死亡 再來 2001年馬上 死了將近3000個人 911知道嗎 都會飛機裝上去 OK好 大家知道這圖有一個問題嗎 這邊兩邊都收起來 這台飛機是誰啊 這是家的特效啦 OK好 總共就兩台撞兩根 好不好 第三根是撞五角大廈 五角大廈離這裡有點距離的 好 所以這只是家的特效 OK好 反正就是死了很多人 好 這個是人的災禍嘛 對不對 好 再來看 2004南亞大海嘯 死了23到28萬人 欸開什麼玩笑 23到28萬人 不是28個人 是28萬人欸 2008年問川大地震嘛 四川8.7萬人死亡 好 再看 2010海嘯 31.6萬人死亡 好多人 這怎麼有辦法那麼多人 我們後來我們那個 哥倫教授他們就在海地幫助這些人 所以我們教會是有參與幫助這些人的 好 31.6萬人死亡 再往下看 其實呢 這個圖其實是要告訴你 真的就快到 你看這個沙漏 那個沙漏已經一直滴一直滴 快到了 到了耶穌就來了 到了耶穌就來 只是我不曉得這一滴要多久 因為主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所以到底有多久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要做好你的預備 你可以基礎法在地上隨便你 那你在天上 你還是會得救 感謝主 但是我不希望你只是得救而已 你一定會去天上 你只要因心成癮 你就會去天上 你只要相信耶穌基督 是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你只要相信他 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邀請他住在心裡 你就會得救 但是我不要你只是得救 你要在天上 滿滿的基財寶 存到永遠 不然就白搭了 你人生這麼努力 從小那麼努力念書 然後大家都在玩 你在那邊拼 然後拼完之後 你拿到一個很好的位置 你在這地上 然後最後投資標題錯誤 沒有投在天上 結果只能夠享受 在地上短短的 這算你一百年 一百二十年好不好 就算你可以活一百二十年 對不對 可是天上是永恆的 所以請基督財寶在天上 才有價值 好 再來 你看我沒有看到這張圖了 所以真的 我們會在青年大戰戰之前 背題 所以你不用去 如果你想也可以 你可以準備給你的家人 但是最好直接跟他 傳福音快一點 他就一起上去了 好 所以我們會在這時間背題 或在大災難之前 就背題 好 再來我們就要來講背題 背題 這就是背題的圖片 主在雲中跟我們顯現 然後呢 所有稱為他的 在一眨眼一剎那之間 就通通被提上去了 這些就是我們 就被提上去了 好 請一起唸 論到睡了的人 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 恐怕你們憂傷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 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 上帝也必將他們 與耶穌一同帶來 所以呢 耶穌帶著那些 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 然後呢一起帶來喔 一起帶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 我們繼續唸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 告訴你們一件事 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 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上帝的號會想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所以那些在基督裡面死的人 已經先復活 這鐵上羅雲家前述 你常常在喪禮會聽到 鐵上羅雲家前述四章在引用 可是其實這邊在講的是被提 但你還是可以用 好 所以我們繼續唸四章十七節 請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和主永遠同在 所以你們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這是鐵上羅雲家前述四章十七節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 所以聖經的被提這兩個在這裡 我們會在雲裡 耶穌在雲裡面來接我們 然後我們被提到雲裡 所以我們這一台活著的人 會跟那些已經死的人復活 然後他復活 他們一復活之後 我們一家人 我們就被提到雲裡 然後在空中與主相遇 今天講的這些事 都還沒有發生過 因為如果發生過 我們現在基本上在天上 你就不需要我教課 你就不需要我講這些 好 所以我們會被耶穌基督 提到雲裡 在空中與他相遇 OK 再來就像這樣子 你看 所有死掉的人復活 因為他們有辦法畫出 那個榮耀的身體 所以反而就是死掉的人復活 這就是為什麼 你很多基督徒的墓地 要掛十字架 這樣寫十字架 因為他們怕耶穌沒有找到 這就是十字架 這我的人 不用 神不是這樣看的好不好 神沒有那麼弱 但是你用十字架也蠻好的 OK 你紀念耶穌嘛 所以你看他們在墓地 就帶這些復活的人上去 然後其他的人就直接背題 然後大家就上去 再一轉眼間就上去囉 好 然後我們就來講 你看 你知道神學上 有很複雜的這些東西 這個是前千禧年 齋前背題 然後還有什麼後千禧年 無千禧年 然後有齋前背題 齋中背題 齋後背題 齋前背題 齋中背題 齋後背題 很多複雜 簡單說你都不用去記那些的 那些東西 乘起來你看嘛 前千禧年 後千禧年 無千禧年 三成語 齋前背題 齋中背題 齋後背題 得勝者背題 怒中背題 多知背題 還有六成語 三 十八種 就很麻煩 你會很痛苦 所以不用記一種 前千禧年 齋前背題 就是真的會發生前千禧年 然後齋前禧年 你也不用想 你只要相信 齋前背題就好 因為到時候都是自動執行 神帶你去的 好不好 所以你只要知道一件事 你會齋前背題 然後後面反正就是 到時候上帝說走 你就一定會跟著一起下去 在地上坐亡 所以你也不用想 好 所以呢 齋前背題 是最符合神自古以來的作為 因為神就是專業的 從世人的審判中 將一人救出來 所以呢 挪亞從世界性的洪水 被救出來 羅德從所多馬全城毀滅中 被救出來 拉荷從耶利哥全城毀滅中 被救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幾個經文 好 請一起念 《路加福音》17章2426-30 請念 因為人子在他降臨的日子 好像閃電從天這邊一閃 直到天那邊 挪亞的日子怎樣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 又娶又駕 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來 把他們全都滅了 又好像羅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 又買又賣 又耕種又蓋造 到羅德出所多馬的那日 就有火與硫磺 從天上降下來 把他們全都滅了 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 馬太福音24章 我們剛才提到小启示物 現在《路加福音》 其實也相同的講 《路加福音》17章 在講一樣的東西 你看這個重點 剛才念到 挪亞日子怎樣 人子的日子就怎樣 所以大家想到 挪亞日子人都被毀滅 可是你想喔 挪亞他因性稱異 所以他一家八口 都在方舟裡面得救 所以挪亞日子怎樣 人子的日子怎樣 就是因性稱異的人 就會得救嘛 是因性上說的啊 好 再來 那時代人又吃又喝 又取又嫁 挪亞進方中的日 洪水救來他們全都滅了 所以他們全都滅了 不是他們的我們就得救啦 這是不是 他是說那個日子怎樣 現在也怎樣 挪亞日子怎樣 人子的日子就怎樣 好 再舉下一個例子更好 羅德日子人 又吃又喝又買又賣 又耕種又蓋造 到羅德出所多馬的那日 簡單說他們就全都滅了 那羅德有沒有得救 羅德連他兩個女兒都得救 基本上他老婆也應該得救 後來沒有得救沒關係 他跟他兩個女兒都得救 而且聖經上還特別提了 天使跟羅德說 你們如果不離開這個城 我不能做什麼 你們要趕快出去 我才滅這個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世界還沒有被毀滅 因為我們還沒有被提 因為神要預定我們 就是不受刑的 我們陰性稱異的人 就是要蒙福的人 所以我們會被提 所以我們在這裏世界 大災難還不會開始 我再問你一件事 羅德 羅德這個人 你真的很有意嗎 但一點都不曉得 敬老尊賢有沒有 他叔叔跟他 他居然挑比較好的 對不對 恐龍都比他厲害 我說的是恐龍 浪里的恐龍 好 對不對 然後呢 羅德他怎麼樣 你知道羅德後來 跟他的大女兒跟小女兒 生出了亞門跟摩鴨嗎 那是亂倫對不對 所以你看羅德都可以 在索多瑪得救 那些人全面 羅德都沒事 因為他陰性稱異 所以顯然 人子顯日子也是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在前被提示可行 我們繼續看 好 更清楚的講 好 希伯來書 十一章七節 跟三十一節請念 挪亞陰性 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見的事 動了敬畏的心 預備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既女拉合因著信 曾和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 一同滅亡 挪亞是因信稱異的 看到沒 新約台講 挪亞因信稱異 所以他全家得救 既女拉合因信稱異 所以他也沒有跟耶利哥神一起滅亡 所以 他都可以得救 你當然可以得救啊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請念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 就是他從死裡復活的 那為救我們脫離 將來憤怒的耶穌 鐵上隆一家前書一章十節 耶穌是救我們脫離 將來憤怒的耶穌對不對 那就是他專業 他就是要救你脫離 將來憤怒 所以你不會在大災難的憤怒裡面 好 我們繼續念 因為上帝不是預定我們受刑 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好 所以呢 上帝不是預定我們這些已經得救的人受刑 我們預定的是要得救 所以我們既然得救 我們就不會受刑 這不是邏輯問題嗎 鐵上隆一家前書五章九節 好 再來請 約翰對那出來要受他洗的眾人說 毒蛇的種類 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 路加福音三章七節 還有馬太福音也是三章七節都有提到 約翰對那些要出來受洗的眾人 甚至於馬太福音講得更清楚 那些眾人是法利塞人跟薩都該人 他們 這是負面表述 約翰說 誰指示你們來逃避將來的憤怒呢 你去看下文 然後他就幫他們受洗 所以連法利塞人跟薩都該人受洗 都可以逃避將來的憤怒 你相不相應復活 你相應復活 你就比薩都該人厲害 你有沒有 一直都是像法利塞人在那邊裝 沒有嘛 對 所以你就比法利塞人跟薩都該人好 對不對 但是跟他們比好也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大家都是陰性成義 所以他陰性也成義 你當然也可以陰性成義 所以你既然陰性成義受洗 你就會逃避將來的憤怒啊 OK 好 啟示錄三章十節請念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好 所以這邊告訴你 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你就免去你的試煉啊 可是有人說 這是給其中一個教會的 不是這樣的喔 啟示錄只有1到3章 還有22章之後有教會這個字 第4章到第21章 通通沒有教會這個字 只有聖徒這兩個字 聖徒是在講猶太人 所以教會在3章講完之後 教會就是背題 然後等到新天新地 才開始講教會 OK 所以我要告訴你 你真的是災險背題 有很多新聞證明 好 再來我們就看到這張 所以你會在大災難來臨之前 就背題 但是你還是會發生一些 你會發現金融海嘯啊 然後什麼地震啊 什麼什麼不斷的發生 可是你會在那個大災難 開始之前背題 好 所以就要開始來講 另外一個題目叫做敵基督 先講一件事 敵基督嚴格說起來 跟我們這裡的每一個人都無關 但是如果你聽的是 我們的網路講道 而且你現在正把我們的講道存在 藏在牆壁裡面 因為敵基督正在破壞你 這是對你說的 好 真的有 你不要以為不是喔 他們到時候這個人 會來破壞所有基督的東西 把基督的東西都拿走 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會藏好 所以DVD要燒好 這就是為什麼要出很多DVD 然後放在 然後到時候就可以看 懂了嗎 OK 所以你聽到了 上帝祝福你 好 敵基督我們要開始 大家知道誰是敵基督嗎 不知道沒關係 來請念 弟兄們 論道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我勸你們 無論有靈 有言語 有貌我名的書信 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 不要輕易動心 也不要驚慌 人不拘用什麼法子 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 因為那日子以前 必有離到反道教的事 並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他是抵擋主 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 自稱是神 好 所以呢 在鐵上榮儀家後說二章 也在討論 鐵上榮儀家討論很多 在靈啊 然後被提啊 然後末日的事情 所以有興趣可以去看 這兩個書 好 主耶穌降臨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這件事對不對 然後保羅就跟他們說 有很多人會說 有日子現在到了 不要輕易動心 小心喔 可能很多人會告訴你 現在末日到了 所以趕快把所有錢 奉獻給教會吧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讓聖靈自己感動你 OK好 甚至於有更誇張 之前有那種末日教派說 主人末日就是哪一天到 所以所有人聚在一個地方自殺 不要做這種事 被提就被提不用自殺 好不好 被提你就自己去 還不用自己痛 好不好 OK好 再來 而被提之後會發生 離到返教的事 就是那個大罪人 就是沉淪之子 他會顯露出來 所以我跟你講 你現在也不用去猜 敵基督是誰 因為反正你也猜不到 他很會長 而且反正你沒有走之前 他也不會顯出來 真正的高手 說謊的人 都會在知道真相的人 走了之後 才會開始說謊 好 所以呢 他是抵擋主高台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和一切受人敬拜 他會做這些事對不對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 自稱是神 好 所以題目來 你知道現在沒有神的殿嗎 我說這個殿是在講 真正耶路撒冷的聖殿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聽到 耶路撒冷要開始蓋聖殿了 那真的就非常非常非常近了 以前耶穌的時代 蓋聖殿要46年 現在只要兩年 就可以蓋得了聖殿 而且以色列人 已經偷偷把舊約祭司 所要的那些東西 都找回來了 你知道他們在做那個 聖殿裡面的器具 有需要一種藍色的染料 那個染料指名 要一種藍色的蝸牛 才能夠做 那個蝸牛已經滅種了 但是在近年內 早到了 他又活過來了 所以可以做那個東西了 所以我跟你講 末日真的很近 可是反正 那個跟你不是太有關 但是你可以 你要加油 我們另外的弟兄姐妹 祝福你們 好 我們繼續 提基督的特徵 各位你聽 你真的你要了解 我們這邊覺得很好笑 其實真的被提的時候 他們是聽我們這些東西 才會興趣 因為教會都被帶走了 誰跟他傳福音 當然後來會有十四萬四千個 猶太人傳福音 但是很多人還是不一定聽得到 所以他們可能需要靠我們這些東西 好 但以理書裡面提到一個人 叫敵基督 他是一個人 跟啟示書跟鐵扇龍一家後書 提到的敵基督是同一個 簡單說呢 但以理書七章二十四 你知道但以理書是多久以前 是在耶穌之前就寫的東西 那時候就已經精準預言了 耶穌怎麼生怎麼死 他要幹嘛的那些東西 超神奇的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念 好 請 至於那十角 就是從這國王必興起的十亡 後來又興起一亡 與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服三亡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 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 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 聖民必交付他在首一載 二載 半載 好 代理書七章二十四到十五節 這邊提到那個敵基督 他會向至大者說誇大的話 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 他想要改變節期律法跟聖民 必交在他手中 一載 兩載 半載 請問加起來多少 三年半 三年半 所以他會在七年大災難的中間 開始顯出這些事 然後在之前 他是一個世界性的 看起來是大好人的一個領袖 所以呢 請念 一期之內 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 一期之半 他必使祭祀與貢獻止息 那行毀壞可贈的如非而來 並且有憤怒請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直到鎖定的結局 所以一開始 敵基督他會跟很多人堅定盟約 一期之半 你看喔 這是九章二十七節喔 在七章的時候用的是 一載 兩載 半載 我跟你講 代理都不一定知道 他在寫什麼 因為這是神感動他寫 一載 兩載 半載 加起來就是三年半 這邊也是一期之半 七的一半是多少 三年半 所以呢 那行毀壞可贈的如非而來 並且有憤怒請在那行毀壞 簡單說就是 敵基督要做的事情 但以理書的敵基督 基督公開降臨以前 簡單說我們已經被提了 在我們回來以前 世界政壇會出現一個 極有魅力的 很有魅力的領袖 他會與許多國家簽訂合約 世界看起來一片太平 然後耶路撒冷的聖殿可以重建 如果有聽說這些東西 你就要做好準備囉 OK 這次聖殿上說幾千年前就講好了 好 那你知不知道 其實真的很有趣 我其實有去研究過這種問題 我真的拿詞來量 我拿比利詞 因為我是土木系 所以我真的去量 當初他們蓋這個東西 叫Done of Rock 就是磐石 金頂 清真寺 就是他們故意想要蓋 在聖殿的上面 然後讓他們不能蓋聖殿 可是 他們算錯了 還留一塊空地叫外邦人院 可以蓋聖殿 剛好放得下 好 所以這次啟示錄提到的那個敵基督 我們一起來唸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 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 那死傷卻醫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從那獸 又拜那龍 又賜給他說誇大褻毒話的口 又有權柄賜給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獸就開口向神說褻毒的話 褻毒神的名 並他的帳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憑他與聖徒征戰 並且得勝 也把權柄賜給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凡住在地上 民子從創世以來 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的人 都要拜他 這個敵基督他還搞了一個東西 他看起來好像受了死傷 但是死傷卻復活 簡單說他演一個假的死人復活 或是也許是真的死人復活 生意上講答 所以全地人都齊齊跟從那個獸 又拜他 又拜那個龍 等下會告訴你龍跟獸的差別 然後又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請問四十二個月是多久 九十三年半 獸就開口向神說褻毒的話 你看你會發現 《啟示錄》寫的 跟《但依禮》書講的 是一樣的 這些人 這些作者從來沒有碰在一起過 因為一個《但依禮》 是那麼古早以前的人 對不對 好 OK 《鐵善儒儀家》前書是 前後書都是保羅寫的 《啟示錄》的作者是約翰 他們見過面 可是大家領受都一樣 好 OK 你看 這邊聽到 《又認明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 你看用的是聖徒 《啟示錄》十三章 《啟示錄》四章到二十一章 通通都用聖徒這個詞 不用教會 是因為聖徒真的在講猶太人 所以猶太人就被逼迫 其實如果你持續看 那個故事非常的長 很多 OK 這邊講聖徒 然後這邊講 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東西 猶太人的想法就是 我們是特別出來的聖徒 你們是各民各族各方各國 你們是萬民 OK 好 所以這邊講 《啟示錄》會開始破壞猶太人 還有很多再災在裡面 信耶穌的人 OK 三年半以後這個人就會被殺 然後奇蹟的復活 造成極大的轟動 然後獲得更大的擁戴 好 所以《啟示徒》十三章十一到十八節 我們簡單的念 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 有兩腳如同羊羔 說話好像龍 又行大騎士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從天降在地上 他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說 要給那獸刀傷害活著的獸做個像 又有權柄賜給他 叫獸相有生氣 並且能說話 又叫所有不敗獸相的人都被殺害 他又叫眾人 無論大小貧富 自主的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在鵝上 受一個印記 除了那獸印記 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樹木的 都不得做買賣 他的樹木是666 好 所以大家 你看那種好萊塢電影或什麼 你常常看什麼666 這魔鬼的數字 其實出處就在這裡 他這邊提到 狄基督的數字是666 我們先看還有另外一個獸 所以總共有三個 龍還有兩隻獸 等一下會有圖 好 我們先看一下圖好了 這個就是狄基督的獸 七頭十腳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後同樣有十個角 這叫做龍 就是大紅龍 騎士路裡面有大紅龍 大紅龍就是撒旦 這個七頭十腳是狄基督 然後這個叫做假先知 假先知 然後狄基督 然後大紅龍 然後狄基督是從海裡上來的 所以海裡上來的 在解經來說 叫做其實應該是外邦的意思 所以很可能他是外邦人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OK 所以呢 這邊提到 另外一個獸 就剛才你看到了 另外一個獸就是他 他來了 然後有兩腳如同羊羔 所以他是假的先知 他叫假先知 然後呢 還造了一個象 那個上還能夠說話 所以有可能 搞不好是那個 clone你知道 是那個複製人 但也有可能是機器人或什麼 OK好 然後呢 再來 就是這邊 又有右手或是額上 受一個印記 除了有這印記的人 不能夠做買賣 OK 除了那受印記 所以有的壽名會有壽象 所以那個印記上面會有壽名 跟壽象是666 然後大家以前就以為是 各種不同的方法 怎麼可能 你知道這是2000年前寫的耶 可是現在是何等的容易 你看 比如說有很多說法 說什麼裝一個晶片進去對不對 然後你就買東西的時候 右手逼一下就可以過 那不就是現在的感應信用卡 只是把它做成那個 已經有這個科技了 早就有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右手或額上呢 因為有些人可能沒有右手啊 有人搶劫右手被砍去啦對不對 可是總不會有人活著頭 還會沒有額頭吧 被砍掉就走啦對不對 所以不是這樣買就這樣買 那大部分人都裝這裡啊 因為這樣比比較容易啊 買東西這樣比比較不容易啊 都會不再跳舞對不對 好 OK 所以繼續看 所以你看他會裝了右手跟額上 然後呢 他們就如果沒有做這件事 就不得做買賣 他的數目是666 再強調一次 現場的弟兄姐妹你都被提了 這是給未來的弟兄姐妹想的 所以你不用去想他是誰 反正你不會知道他是誰 好 所以呢 就是這個人 他們合作去弄了一個經濟 末日經濟系統 然後讓人必須 想要活下去就得靠他 好 所以你看喔 撒旦就是那個龍 他其實就是假的聖父 然後呢 敵基督就是假的聖子 假先知就是聖靈 所以你知道他們就是 因為撒旦就很不爽聖父聖子聖靈 所以他就是要拿假的來替代 你知道敵基督的敵是什麼意思嗎 不是敵對的意思 是替代的意思 你去看希臘的原文 我去查這個字真的是替代 他想要替代耶穌 所以耶穌死而復活 他也要死而復活 然後眾先知在說耶穌 所以說要找一個假先知來說他 然後呢 然後他們都歸容阿給聖父 所以他要歸容阿給撒旦 他們是有一個他們的邏輯的 這都與你無關 好你們要加油喔 弟兄姊妹 我們在天上為你們禱告 阿耶穌阿 好我們繼續 我說的是在末日裡面的弟兄姊妹 好我們繼續 好然後你知道666的數字 就開始很多人來猜阿 你看這個人叫做尼路喔 凱撒尼路 蓋撒尼路這個字 這樣子用希伯來文數字加起來就是666 你知道人類花了多少時間在猜666是誰嗎 你知道有多少多少的比喻嗎 你知道他怎麼算 比如說A是1 B是2 C是3 然後Z是800這樣加一加 然後就可以拼出來誰是666對不對 所以名字有Z跟Y的人 就不會是666啦 因為絕對會超過666 好啦這不是重點 因為他的算法你知道 希伯來文每一個字 真的直接堆一個數字 可是英文A是1沒有問題 為什麼Z是800 為什麼Z不是26 對不對 所以他們怎麼拼永遠有辦法拼到 所以我跟你講 你想要說誰是666你都可以講 天主教的教宗們 好多個教宗都被講 是蒂基督 一堆都被講是蒂基督 隨便現在這個也被講是蒂基督 他們有一個算法 然後尼路已經被講了對不對 然後希特勒真的有一個算法 可以算是666 然後比爾蓋茨也被講是666 連computer這個字也有一個算法 可以拼成666 就是人很喜歡穿鑿附會 C-O-N-P-U-T 你去算算看 但是不是這個表 是另外一個算法 有興趣在研究 歐巴馬也被講過 因為他什麼啊 什麼與多人立約他真的做到了 好不重要 再來 敵基督命令所有人 在右手或耳上 接受一個666的印記 可能藉由植入晶片 不接受人就無法買賣 但是聖經警告 接受這印的人 最後就會下地獄 就會丟入硫磺火湖 永遠沉淪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 就在擔心 那我就不要受這個 就不要受這個666好了 現場在聽的弟兄姐妹 你都被提了 這真的與你無關 好在災難中 聽到的朋友們 你忍住 有一群弟兄姐妹 在山上在等你 加油 真的真的真的 你知道有一群人 美國現在有一群人 他們叫阿米什 大家知道嗎 只起碼不用墊的那群人 他們是基督教派 他們老早就在預備這件事了 所以他們不用墊 他們所有一切的事情 自產自主 所有一切的事 所以他們有一個社會 不會被這個社會影響 所以你可以逃去那裡 弟兄姐妹加油 好 真的我跟你講 我們真的在預備這件事 你以為我們做那麼多網路的東西 只是為了現在看嗎 是給未來的弟兄姐妹看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麼我們今天在講 末日快到 耶穌快來 這一切都快要了 我們應該做什麼事 但我們再來想一下 還有這個經文 鐵山龍一家後書 二章六到八節請念 鐵山龍一家後書有提到 那個不法的人 敵基督顯露出來之前 必須有一個人 有某一件事或某個東西 或某個人被除去 他才能顯露出來 那個人在攔阻他 大家都在猜是誰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 聖靈或是教會 教會被聖靈保護 存到災前被提 然後敵基督開始顯露 所以聖靈會做一些事 然後教會真正跟從 耶穌的教會 會起來反對他 現在有一些很不對的事情 教會是不是起來反對他 所以這邊提到 有一個攔阻的 我認為應該是聖靈 因為其實教會 並不是那麼強大 教會是人主神 並沒有那麼強大 但是聖靈超強大 三位體的真神 所以教會與聖靈同工 然後我們其實 攔阻了敵基督的出現 因為現在只要 教會在任何人 只要口裡承認信 相信信的時候 也就必然得救 可是我們走的時候 聖靈也一起上去之後 地上他們就得很辛苦 才能得救 他們一得救就被砍頭 他們一得救 就不能買賣了 666對不對 那這時候他們怎麼辦呢 辛苦了你們 好所以我們繼續來看 現在我們該做什麼 很多人對剛才那些 東西非常有興趣 我跟你講這東西 可以再開一個禮拜課來講 超多的 666到底是什麼 然後什麼 七硬七號七腳 什麼憤怒的碗 那些東西 但是我們今天通通不講 因為我們直接應用在 你生活上有用了才要講 好 永恆影響現在 現在決定永恆 你對永恆的看見 會影響現在的生活 如果你覺得根本沒有永恆 人死如燈滅 你現在就拼啊 人死如燈滅 你現在就做所為一切 你就是在人前裝好人 私下就貪賬枉法 反正沒有永恆 對不對 可是如果有永恆的話 你現在的生活 跟選擇會決定永恆的命運 所以你要得到滿足的賞賜 要怎麼得到滿足的賞賜 我們快來看 請念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節 耶穌說 不要為自己 積轉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 能秀壞 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只要積轉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 不能秀壞 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 你的心也在哪裡 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節 耶穌說你要積財寶在天上 耶穌說的對不對 你要積財寶在天上 然後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 你的心在哪裡 這裡面有很多很神奇的預言 請問一下 以前耶穌時代的錢是什麼 不是銀錢嗎 金幣銀幣銅幣對不對 哪一種蟲可以咬這個東西 可是現在的錢會不會被蟲咬 會啊 OK 所以 它其實有非常多預言性的東西 好 我們要積財寶在天上 這是耶穌教我們做的事情 好 所以意思是什麼 請繼續往下看 因為世人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 他們不認基督耶穌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 你們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們所做的工 哪要得著滿足的賞賜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 不常守著的 就沒有上帝 常守著教訓的 就有父又有子 首先有一種人就是不認耶穌基督 成了肉身來 這些人根本不會得救 所以就不用討論了 但是另外一件事是 你們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們所做的工 哪要得到滿足的賞賜 意思是什麼 我們事實上有些人 任耶穌基督成了肉身而來 可是却沒有得到滿足的賞賜 失去他所做的工 這邊講的嘛 對不對 這經文真的是這個意思嘛 對不對 首先不要越過基督的教訓 如果你越過基督的教訓 如果你越過基督的教訓 不常守著 就很可能會失去這些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基督的教訓 合真意是什麼 耶穌基督比他丁實講 就是誠意啊 就是 口裡承認 心裡承認 就是耶穌為你白白完成這一切事啊 沒關係 這邊不是那麼明顯 我們再看下面的經文 哥林多前書三章八節 在眾的和交灌的都是一樣 但將來個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賞賜 所以每一個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賞賜 意思是什麼 你不能夠用別人的功夫得自己的賞賜 每一個人是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賞賜 所以我也鼓勵我們自己的父母 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一起得賞賜 請你十一奉獻的時候也讓他自己奉獻 比如說你要給他一百塊 你就給他九十塊 然後十塊在主日的時候拿給他 叫他拿去奉獻 因為個人自己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賞賜 OK 好 個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賞賜 所以大家要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並不代表牧師會得比較多的獎賞 牧師並不一定得到比較多的獎賞 牧師要按照神的心意做 才會得到屬於我的獎賞 你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做 你可能會得到更多的獎賞 沒有誰好 讓教會什麼就比較了不起 沒有喔 好 賞賜跟獎賞不等於恩典 恩典是白白得到的 簡單說我常常舉那個例子 你今天很辛苦的工作一個月 你老闆給你薪水的時候 說這是我給你的恩典 你會覺得那是恩典嗎 那是公價 對不對 好 那什麼叫做恩典呢 恩典就是你年終的時候 你分明做得很爛 你也知道按照業績 你可能一毛都拿不到 結果老闆給你十個月 那叫做恩典 懂嗎 那叫做恩典 但是獎賞跟賞賜是什麼 是你用你拿到的這些東西 你再去經營 你再去做而得到更多 懂嗎 所以賞賜跟恩典還是不一樣 公價 恩典跟賞賜 是三個不同的東西 好 請念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 所要我得的 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好 菲利比書三章十二到十三節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 所要我得的 所以其實耶穌基督是要你 竭力追求去得著你在天上的講賞 而且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好 我們繼續看菲利比書三章十四節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招我得來得的獎賞 所以你看到其實前後文這個翻譯 耶穌基督所要我得的比較對 因為十四節就說 從上面招我來得的獎賞 所以神要你得著基在天上 永恆的獎賞 存到永遠 好 那就要來看怎樣囉 怎樣可以弄清楚獎賞 格陵多前書三章十二節請念 在上面建造 只是個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穌基督 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合 皆在這根基上建造 好 我們先停在這裡 所以首先一件事 個人要謹慎怎麼建造 首先根基通通都是耶穌基督 沒有任何別的根基 所以簡單說 你一定要從信耶穌開始 你只要信耶穌 你就開始立經地的根基 再來就是地基打好 開始要往上蓋了 有人用草木合接蓋了茅草木 有人用金銀寶石蓋了豪宅 那我們來看這邊在講什麼 但我們先念完這個經文 三章十三到十五節繼續 個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向它表明出來 有火發現 這火要試驗個人的工程怎樣 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它就要得賞賜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 他就要受虧損 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 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所以得救的人有兩種 一種就是他的工程被燒了 他就要受虧損 自己卻要得救 但是很像從火裡經過 所以這些人還是會得救 你只要口裡承認信 你相信信耶穌基 你就是得救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人 他的工程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 那很明顯 前面提到金銀寶石草木合接 所以你去查燃點 寶石基本上在800度以上 金跟銀根本是上千度 草木合接隨便都把燒掉了對不對 所以呢 草木合接是自己得救 卻被燒掉了 金銀寶石是存下來 再來問題就是 金銀寶石是什麼 草木合接是什麼囉 所以我們來看 都已經解金了 我們先來看草木合接是什麼 這是合接 這是木 好草 如果碰到火 一定會被燒到金光的 所以我們來念 以賽亞書40章7到8節 草必枯乾 花必貂殘 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 百姓誠然是草 草必枯乾 花必貂殘 唯有我們上帝的話 必永遠立定 所以這邊告訴你草木合接是什麼 百姓誠然是草 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你自己處於你人的那些事情 其實是草 還有另外一個經文 以賽亞書37章27節請念 所以你看 人自己想要的 人的力量的東西 其實是野草是合接 是草木合接 草木合接對不對 沒有木沒關係 反正一樣意思 這邊告訴你 以賽亞書37章27 還有剛才那個草經告訴你 草木合接其實在講人 人的東西 你自己想要為神做的 叫做草木合接 你自己想做的 叫做草木合接 所以我這一生要成為 全世界最棒的音樂家 可是神呼召你去當一個 全世界最棒的政治家 你還是會得救 你成為全世界 Hallelujah 用全世界最好的音樂 來敬拜神 問題是神說你要為 這個國家治理 來改變這個國家 結果最後你還是得救 可是上面是你的草木合接 蓋了就燒掉了 怎麼辦 所以要搞清楚 再來講基因寶石 基因你看 看就知道不會燒掉對不對 寶石 簡單這樣講 金是什麼 金就是神的公義 金銀寶石在講 你在傳揚神的公義 首先你知道你是被稱義的 再來把上帝的公義傳揚出去 告訴世界上每一個人 神稱你為義 只要接受你就被稱義 而不是定人家的罪 金銀寶石 那銀是什麼 銀是上帝的救贖 告訴世人他是被救贖 他可以得救 而且要知道自己是得救 這是金銀寶石 這是你的信息的核心 神稱人為義 神救贖的人 金銀 然後寶石是什麼呢 其實每個寶石有它的意思 但是沒關係我們簡單講 寶石 十二塊寶石在祭司的胸前 在他的懷中 這十二個東西 大祭司預表耶穌 所以其實你要來效法耶穌 像這個寶石一樣 你知道這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牌 我們把人像寶石一樣的放在懷裡面去愛他 所以當你在傳揚金銀寶石的時候 當你在傳揚金銀寶石的時候 你去分享神稱人為義 你被稱義了 你去分享神救贖的人 你被救贖了 而寶石一樣 你把那個寶石在懷中這樣子的去愛人 而不是去做自己的野心的草木合結 這些東西是存到永遠的 要存到永遠才有價值才有意義啊 不然你做這些要幹嘛呢 好 馬太福音十十章二十七節 我們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得就已經是最好的獎賞 沒有 連彼得都在跟耶穌說 將來我要得什麼 大家其實都是想要 與神同行去完成 跟這個世界去做一個爭戰式 你要得著在天上永恆存在的一切 OK 所以 有些人可能會爭另外一種東西 他覺得他們以為在教會裡面 位子越高 天上獎賞越大 那是完全錯的 如果你去爭 你去跟人家鬥歐 爭進 那些東西就出於自己對不對 然後呢 你那麼努力的 終於拿到了一個很好的位子 最後被燒掉 要幹嘛 你還不如做神呼召你做的事 所以我每一個弟兄姐妹 請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事 可是那核心永遠是 神稱人為意 神是救贖的神 然後充滿了愛 把 像大祭司一樣 把那個寶石寶寶提西在懷裡面 然後神的慈神愛說 神其實是要你今世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 而且存到永遠 這一切不只是存在天上而已 是存在天上 今世就可以享用百倍 所以你為神做這一切 你就會發現那個真的是超自然 你知道 比如說我前幾天 有一天下大雨 然後我們要去為一個地方為人家祷告 所以我們走到樓梯間 我只是心裡想 哇 聖地啊 如果我的巷口 我的門口有一台計程車該有多好 可是我們家那巷子 才不會有計程車開進來 除非有人要下車 我這樣想 然後我往下走 然後看那個樓梯 就看到 有一個我們對面洞的人 剛好停在我們家的正門口 計程車正從右門下車 我就把左門打開坐進去 你知道神就是這樣 當你做他 要你做那件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些為你預備得好好的 然後你要去跟世人宣告 耶穌成我們為意 他也是被誠意的 只要他口裡生日信你相信 然後神願意救贖他 然後你就充滿用一個極大的 像耶穌一樣得著他的愛 然後把這些人看得像寶石一樣去愛他們 你不用去挑他們有什麼問題 他們自己都知道他們有什麼問題 你要做的事情是 把上帝的美好跟恩典分享給他 但是如果他私下來問你一些罪的問題 你當然可以告訴他 你可以幫助他勝過那個罪 但是前提是先告訴他神的愛 神的憐憫跟神的恩典 耶穌就快來了 已經我們不曉得是在這裡 在這裡還是在這裡 或是在這裡 很快就要到了 但是你是不是夠基財寶在天上 然後在永恆裡享用呢 耶穌你覺得你這身好像 跟那些有錢人比起來沒那麼有錢 沒關係未來他可能只是得救而已 你在天上搞不好做王耶 有分得救跟做王你知道嗎 得救跟得獎賞的差別啊 所以你根本不用跟那些事上的人比啊 你要的事情是跟昨天的我來到神面前 今天的我來到神面前 讓神來告訴你你該調整什麼 然後你要的事情是在耶穌裡面 越發越發的提升 是你的屬靈生命更多的成長 有一天耶穌會來 而我們就是耶穌的心腹 我們就是這些心腹 我們所有人一起成為耶穌的心腹 就是教會嫁給耶穌 耶穌在云裡面來 有一天主會帶著千萬的聖者降臨 而你是不是做好準備那天耶穌回來 我們把眼睛閉起來 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耶穌 主要我們帶我們 一起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這裡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一起來到你的面前 主要我們先為在末世的時候 聽到這個信息的弟兄姐妹祷告 你還是一樣趕快邀請耶穌 住在你的心裡 你口裡承認 你心裡相信 你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你們甚至於找不到牧師幫你受洗 你可以彼此受洗 接受耶穌基督 因為你必須去領受這個救恩 也許你會遇到很大的痛苦 也許有人在外面要追查你 但是不用擔心 如果你離開了這個世界 你眼睛睜開的那一刻 你就在天上了 也為我們現在在這個世代 我們還為被提的弟兄姐妹祷告 祝福我們這裡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們有智慧跟聰明 我們積財寶在天上 就是幫助我們 我們不要去做什麼草木合接的東西 是的 也許我們剛才講的這一切 有些弟兄姐妹很擔心說 那我之前好像我很愛做什麼事 那會不會是草木合接 不用擔心 如果你真的擔心你要做的事情 你安靜的在神面前 主啊 我做了這件事 你是否喜悦 你要我做這件事嗎 你不用擔心 聲音上說 你給我們當中的這個小子 一杯涼水就不得不受賞賜 你因為愛的緣故 倒一杯水給人家 你就不得不受賞賜 所以會鼓勵我們這裡的弟兄姐妹 等一下吃飯 你就可以因為愛的緣故 倒一杯水給弟兄姐妹 要記得是涼水 你就會得到賞賜 沒有溫水也可以 神其實是好想給你許多的賞賜 所以這裡的弟兄姐妹 就算你覺得 我好像為神做了一些事 我現在後悔了 其實那不是神要我做 是我自己想做的 沒關係 上帝就是可以使 萬事互相效力 是要愛神人得益處 當你回轉那一刻 那一切是就可以翻轉 你覺得你以前為了你的野心 為了你自己的 自己的夢想去做一些事 也許 那真的不是神要做的 沒關係 隨時的翻轉 神就可以使那一切成為祝福 你就是轉過來做 我現在要為你以後 我要讓你引導做你要我做的事 我就是要去傳扬 我不再去定人家的罪 我不要去告訴別人 你好像這個人很糟 不 我去傳扬 耶穌稱你為意 你已經被救贖了 你就是神所愛的 神很愛你 所以金银宝石就是這樣 我們是被稱異的 那個人也是被稱異的 我們是被救贖 那個人也是被救贖的 我們被耶穌寶寶提醒在懷裡 那個人也是這樣子 我們也可以從神 得到那些愛來愛人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傳扬這一切 金银宝石 而不是草莫而見 所以我們當中 如果有些弟兄姐妹 在這個部分 覺得好像虧欠的 沒關係你轉向神 神會讓你在後面 有時候補起來 因為再後而將要再前 祝福我們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這個想法 不用擔心 神可以翻轉 而我們當中 已經與神同行 神要你幹嘛 你幹嘛的人 你繼續堅持下去 也許你不曉得 好像我做的事情 好像沒有那麼果效 好像沒有那麼多人看 可是神要的是忠心 你為神做 祂要你做的事情 你與祂同工 你不斷地 在祂面前去尋求 不斷地修正跟調整 你會發現神衡量的方法 不是你衡量的方法 你以為要跟人家比說 我傳了幾個福音 很多人會以為說 我要傳幾個福音 救幾個靈魂 還是要帶多少人來教會 神不一定是用數字算的 神看的是你的中心 也許你再怎麼努力 再怎麼樣 也許你只傳了一個福音 也許你做了這麼多 你只是好像只做了一點小事 可是從神的角度 神不是看起跑點的公平 祂看的是你的背景 祂從過去 也許你在一個很屬靈的家庭 你有非常好的教育 神要的是多的 但是也許你的背景 你有很辛苦 你好不容易才信耶穌 神跟你要的是少的 但是你做了那個神 要你做的 這一切就要得到滿足的賞賜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用擔心 不要去跟別人比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是 來到神的面前 讓神來對你說話 讓神來為你說話 主啊我向你求 求你幫助 求你幫助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耶穌求你恩待我們這裡 每一個人 是的主再一次對你說 主再一次對你說 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每一個人的出生跟背景不一樣 神一開始給的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如果你的背景 你真的很辛苦 你覺得你現在只是想要活下去 都很不容易 或者是你覺得你現在只是虎口而已 你放心 神並沒有要你 好像要花很多很多時間傳福音 神像神跟你要的只有 你現在能夠做的 然後當你開始去回應 祂為你開啟更多更多 越來越多 主要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們不用跟任何人比 我們在神的面前 求神來 求神來處理我的昨天 來面對今天 然後明天我們依靠上帝就會更好 主要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要得著滿足的賞賜 主還是在這個地方 主要傳講這個真理 告訴大家我們要得著的是在天上永恆的賞賜 主說你要積財寶在天上 所以你要調整你的人 你的思想 你的規劃 耶穌基督快來了 並不是代表你不能夠做一些長遠的規劃 但是你在這規劃裡面要考慮到 耶穌基督快來了 這一點 也許快來是幾十年 也許快來是 我不曉得多久 但是你要在神的面前尋求平安 所以我也鼓勵你也許做的事情是 買一個房子或是一個很長遠的生意計畫 或是很大的一個規劃 上帝要對你說你在我面前尋求 不用擔心 並不代表你不能夠長遠的規劃 上帝也可能用這個規劃 為很多沒有被提的人預備 或者是其他的規劃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神面前尋求平安 不用擔心 神與你同在 你會擔心你聽不懂 你會覺得你好像搞不清楚 沒關係 你求神 你繼續的讀經 禱告 敬拜 安靜在神面前 神要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 來對你說話 你會搞清楚你的策略 你要不要買這間房子 你要不要做這個長遠的投資 你要不要做這個移民 或是你要不要做這個很大的動作 你要做的事情是花一點時間 花一個韓劇一個小時的時間 花一個 花一場電影兩個小時的時間 把安靜的音樂放下去 讀一點聖經 讓神來對你說話 你會開始領受清楚 未來這個長遠的投資 長遠的決定要如何 就好了 我們把這些交在你的手中 如果你還是不清楚 你可以去問一些 比較資深的弟兄姊妹 他可以來一起幫助你辯明 你可以尋找我們的 武士傳道人 一起來辯明這一切 謝謝耶穌 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姊妹 得著滿足的賞賜 奉耶穌名禱告 阿們 好 請站起來打開你的雙手 好 我們要來做我們今天的信仰宣言 這裡面所寫的每一句話 都是你可以去傳給世人的 而且也是福音的核心 讓我們從頭到尾念一次請 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獨生愛子耶穌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勝過死亡 並且從死裡復活 我現在是上帝所愛的孩子 因他流的保險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寵及深深被愛 我永遠脫離疾病災害與死亡 耶穌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 請閉請你眼睛打開你的雙手 請受本週的祝福 主要向你獻上感謝祝福 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雖然下禮拜我們休假主要 但是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仍舊仍舊仍舊在你的恩典裡面 主要求祢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未來這一周以及未來這一生 都大得祢福音的好處 並且讓我們在地上的時候 我們就好好的積財寶在天上 我們要得著滿足的賞賜 主要讓我們不去做那些草木合結 世上的東西 主要不是出於我自己想要做的一些 好像看似為神做的 乃是傳扬福音的根本 是金银寶石的部分 就是耶穌稱我為意 耶穌也稱那個信耶穌的人為意 耶穌救贖了我 耶穌也救贖了那個人 耶穌已經把他贖回 所以他大有價值 而我們也像耶穌一樣 主要我們去傳扬那個 金银寶石炒木 金银寶石的美好 主要那一切的寶石 主要是你把我們寶寶提起在你的懷裡 用慈神愛所這樣的愛我們 我們要去傳扬 神就是這麼愛我們 神就是愛這世上每一個人 當我們口裡承認心也相信 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 而神就是愛這一切被耶穌遮蓋的每一位 主要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去傳扬這樣美好的福音 不再是草木合結 要把這一切神給我們的資源 拿來積財寶在天上 把福音傳遍這個世界 等候我們的主在領 祝福我們弟兄姊妹 無論是散去的腳步 或者是時間的分享 也祝福我們的弟兄姊妹 從今天聽了這一切之後 知道我們人生如何去規劃 是的 我們仍就可以去做長線的投資 去買房子去做一些好像比較長遠的 生孩子的一些的規劃 但是你要在神面前尋求 你把你所做的這一切是 與神的心意連結 使祂成為經營寶石 向你獻上感謝 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也奉耶穌名撒旦二者欺騙的 謊言的邪靈離開 奉耶穌所有一切的恐懼跟害怕跟混亂離開 神的平安臨到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謝謝主 因為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所以你們感動和交通常與眾 弟兄姊妹同在 從今時直到末了 大家一起說 Amen 好 感謝主 好